大家好,我是爱玉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四孟与钟表维修艺术 二星穹列车夜现场加看不见的客人 星穹铁道2.3版更新完新增任务再见 皮诺康尼云番归星退房 皮诺康尼星穹铁道2.3 这个任务是拿完匹多康尼所有 这个任务是拿完匹多康尼所有的 修钟表的宝箱 之后从短信里截取到的任务 那没有这个短信 你就把短信列表全部都读一遍 还没有的话 你就看一下 有没有接到同名任务的点一啊 就是这个梦与钟表维修艺术点一啊 点一是2.0版本的 需要提交15个积木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是2.3版本 而外再提交21个积木 那加一起总共是36个 那如果你点一的任务做完之后 还是接不到这个任务的短信 那就代表你有钟标宝箱漏掉了 那要去之前的地图 把这个钟标宝箱都快早齐了啊 就只包含这个匹诺康尼的 其他地图没有折了 你怎么知道哪些宝箱是这个钟表的呢 那你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 看我视频下方的进度条 就这个进度条上解的钟表 那就代表它是钟标宝箱 那你就拖进度条过去 然后去对应的位置就可以了 全部早齐了 你就能接到这个任务了 然后你再回来跟着和破 好 这边我们来追踪下这个 然后打开地图 从上到下第二个传送点 传送来 跟着任务追踪走 这边跟它对话 然后这边再跟它对话一下 这边要修复它 我们进来之后呢 左下方这边有一个蓝色 我们来点三下 然后旁边红色点两下 然后在右边红色 右边这边有一个黄色来托上来 跟红色拼在一起 然后左边这个蓝色点三下 红色点一下 然后旁边这个黄色 还是跟红色拼接 然后把木布往左下放呢 这个黑格留一半就行啊 就左上方这个黑格 给它留一半 留半格两个半格拼在一起 然后我们上边顶上 还有一个黄色 往左下方呢 然后红色点一下 然后把木布挪到右上角 然后右边有个蓝色点三下 然后下面这个黄色 在右边这个蓝色拼接 然后右边这个蓝色来点三下 上面这个黄色给它拽到右上角 这边搞定 那往这边我们任务完成 获得一个抢救 然后来跟它对话 把这个积木给它 把积木交给它 现在我们应该使用21个积木 一次给它7个 踢掉三次积木之后 这边是给两个贵重的战利品 这还差不多 这边一共给两个 好的我们现在留梦交左边这个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就是浩凯背包 我们这个背包里面呢 要有一个这个游戏代币 然后在左边这个蓝里面 要有两个这个限定代币啊 黄金的这个限定代币 一共是三个 然后现在我们来草东方元学右边来这边上楼梯 上楼梯之后 红左前方这边有一个圆圆的 黄色的光芒的 这个啊 这是路牌 跟这个路牌对话 提交一个游戏币 然后才能解锁这个 我们去地点 然后在旁边蓝色光缆这个位置点 前往天台 这个天台就是跟那个这个战牌对话啊 提交一个游戏币 获得的 我们传送过来之后 因为前方这边有个商店 这边跟他对话 然后这边选择 我要购买这个纪念品 好的 这边买这个电视机 把它买下来 好的 买完之后来打开地 然后回到这个观景车厢 传送过来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 我们进入客房车厢 见之后 眼前这边有个光点来调查 把刚才买的那个电视机放在这 好 我放过了来直接获得第一个赞 然后就这里来变身 变之后 随便找一个人的房间进去 随便谁都行 开门 然后又获得第二个成员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